去泰国不要每次都是吃DOM YAM DOM YAM 今天呢我就来分享一道GANG SOM 泰国的酸辣糖 这道菜很好吃 首先呢将我们的干辣椒拿去泡水 泡到它暖为止 暖后去掉水放入一旁备用 黄姜切成小小块 方便我们垂它 5克的红葱头切成小小块 5克的蒜米相同的也是切成小小块 这个呢叫做Finger Root 在马来西亚如果要找的话呢 在Aion或者Jaya Gosa那边会有卖的 试试找找看 它叫做Finger Root 今天的鱼呢我用Sia Cup 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鱼都可以用的没问题 鱼切成小小块 如果谁不太喜欢切成小小块的鱼呢 一整条煮都可以的没问题 今天切成小小块呢是因为两个人吃罢了 要审审吃所以说我吃两块就可以了 我们两公婆吃两块鱼 那这个 今天呢我准备玉笋 玉笋多一点点为我喜欢 玉笋也是一样看个人喜欢 要多要少 切的方式呢也是看个人 有些人喜欢切成长形这样或者切成薄薄的厚片都可以 好现在我们来垂倒我们的材料 干辣椒放入一茶匙的盐 将它锤到碎碎的记得要耐心的锤 锤到碎碎 OK锤税后呢就将所有刚才准备好的材料呢 通通拿下去锤 现在在锤着的酱料呢叫做 Prik Geng Som 泰国的其中一个最有名的那个酱 这个步骤呢要很耐心哦 锤到这样脆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步骤 放入我们的虾米 锤到碎碎的 虾米呢 最后一次才放因为它很黏我们的这个锤器 好 均匀了呢 我们的干送酱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将我们的干送酱放在我们的锅 锅不要开火先 刚才锤气呢装一些水大概500ml 倒下去 搅拌一下它 用大火煮一煮我们的这个Geng Som 水滚后呢才放入我们的玉笋 最近在减肥 所以说玉笋特别多 今天我不吃饭 只是单单吃玉笋 好15分钟过去了调一下味道 然后两汤匙的鱼露 一汤匙的椰糖 现在呢先不要放的太多哦 因为我们还可以试看那个味道 不够味才加 然后一汤匙的螺旺纸酱 好继继继继10分钟 10分钟过去了来试试看那个味道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先甜后酸然后才咸 如果OK了呢 才放入我们的鱼煮一煮5分钟 或者煮到我们的鱼熟为止就可以了 今天的Geng Som 泰国美食就大功告成了 从第一个步骤到最后一个步骤 大家学会了吗 不妨试试做做看哟 我们下期再见